我看见有些人眼睛都迟了吗 刚刚潘春春看她的时候是这样看的 没别的意思 就是欣赏欣赏 你认为她跟你比起来 你打多少分她打多少分 那我这个人比较自恋 但是我又不想脸皮太厚 你觉得呢 你是什么意思 干嘛要离我这么远 看不出你外形挺外向 内心还挺传统 说实话歌唱的不错 你们觉得她长得像外国女孩吗 她可以冒充浑雪儿 或者是南美洲人 绝对没有人能够分辨出来 虽然我外表比较像 然后比较开放 但是我住在北京 住在首都 然后其实我有一个爱国心 我每次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绝对不会忘记 把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知识带给他们 经常会有男生追吗 会有 但是我一旦开始一段感情 从第一天开始交往 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你喜欢中国男人 还是喜欢外国男人 就我个人而言 我比较喜欢鼻子高高的 而眼睛大大的 分采高高大大的那种 就好像很多人喜欢看韩剧 但是我喜欢看美剧 其实上有非常多优秀的中国男人 他们也有空心 他们有高鼻梁 他们也有大眼睛 他们也can't speak in each wheel 而且还会说死转话 这样的男人太多了 对 你还说你吧 类似于这样的男人 那你今天到这来干什么呀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找到一个人 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Michael 你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酒吧里 然后我在舞池里跳舞 然后他就跟他朋友 在那喝酒 就说你很漂亮 很性感 然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这样 然后就交流交流交流 就说我想带你去美国 我们结婚吧 第一次就说这个是吧 对 如果有一个男生 这样向你们表白 说我们结婚吧 志玲你会做什么反应 我会吓得第一时间就给逃走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第一眼见面 怎么可能就要结婚呢 婚姻的概念 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传统的 怎么能轻易说得出口 对啊 90后的女生 开始会反感了 就是这男的是不是 对哪个女的见面 都会说这句话 60后初说 欧洲人非常直爽 他跟你说的是真的 可是那句话是在当时 我认为你还是应该 多了解了解欧洲人 国外人经常敞开天窗 说亮话 但是就像你所说的 仅止于在那一刻 对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他们不清楚 他们也不想受约束 这种事情我曾有发生过 所以的话 第二天 你问我是有吗 所以很有可能 是你自己太当真了 就是 还来到这个地方来告白 我觉得 这一切好像 很有可能 就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 而他没有把它当回事 你当时是把他的话当真了 没有 我拒绝了 后来你们又接触了吗 又相处了吗 有 然后我们有第二次邂逅 在接下来的相处过程当中 你了解到这个男人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他很特别 而且很幽默 就他长得有点像那种 卡通动画片里面的那种兔子 兔子 对 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兔子 然后他是第一个 带我走进地铁 跟公交车的男生 第一次把你带进地铁 你以前都不坐地铁和公交是吗 但男是 如果他想要追一个女孩子 他可能会 就是想办法制造一些 排档越大越好 对 就觉得这样的人 我见太多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他蛮真的 然后每次去地铁 他就这样 挡着我 给我一个很足够的空间 让我 就是能够走啊 活动 就别人都碰不到我这样 没有人瞪他吗 嗯 应该没有吧 我也没太注意 然后他每次看着我 就好像地铁里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就没有其他人那种感觉 虽然很急 但是觉得蛮好玩 蛮浪漫的那种 就挺温暖的 我觉得他很真 我虽然不让你坐豪车 但是我让你在普通的公交工具当中 享受到豪车的待遇 具体现了我这人的朴实无华 又让你感受到了我对你的重视 要学着点了 站好啊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他若是光明正大 从那儿缓缓地走出来 你信他吗 还是不信 那他干脆不出来算了 他出来干嘛呢 那他就要站出来 我要看我们男朋友跟他的反应 如果他出来之后 他们没干过什么 但确实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情投意合 那我就要看他的意愿了 如果他喜欢那个女孩 觉得他的性格 或者各方面更适合他 那我就是祝福他们 是吧 你真的能做到吗 我能 再次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长挺漂亮的呀 比我苗条比我好看 是吧 能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我没跟你说话 我跟他说话 关你什么事 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蒋真 年方几何 可以问吗 二十三岁 比我年轻多了 请问 你来到完美告白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因为今天没办法了 他女朋友要上电视了 所以你也想上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我有关系 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刚才您在那儿还戴墨镜 这会儿您把墨镜摘了 我不想再藏着掖掖着了 我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没有什么朋友 能够遇到星哥对我来说 我特别感激他 他想你表白了 去年了吗 您能尊重一下我吗 你这番话平时没跟星哥说过吗 我承认我对星哥是有几分好感性吗 其实你看 不是不是不是行了吧 有就有也没关系 男为婚女为嫁 有好感 但未必要付出于实戒 我的意思是 我同意陀老师说的 我觉得妹妹 真的在阴暗处处 永远不会被祝福的 所以我今天出来了呀 你还在怎样呢 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 不要把墨镜有的罪名 加在我身上行吗 那你倒是问小夕 你们俩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欺骗我 觉得我好骗是吗 他不是怕你不问你吗 他怂恿让你骗 你就跟着骗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你这么没自己主见吗 这样 你来的目的是要澄清 那接下来你就先向他告白 然后他向我你告白完了之后 你无论信或不信 也请你把心里话跟他说 好 接下来就是你们三人的 互相告白事件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告白 这七个人上来有十八童人的感觉啊 个个都有功夫 你先自我介绍 从你开始 叫张双燕 今年十八岁 老家是山东正义民村 我爸爸去世了 母亲有点智障 现在就要在河边套中 我叫张双喜 今年十八岁 我的老家是 山东德州的 我叫牛牛 今年十六岁 老家四川 大主乡人 留守儿童 父母没有消息 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 自从奶奶去世以后 只跟离家说走了 我想他们 但我真不会回去 我不会离开我的娘的 我的娘比谁的娘都情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向谁告白 向我们的娘告白 因为我们的娘 已经老了 我们也长大了 我们的娘 不让我们出去干活 我们只想 找一个大舞台 去演出 为什么呢 觉得我们还小 对 怕吃亏 怕吃亏 所以你们今天 到这来告白的目的 除了要向娘 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之外 还想让她允许 你们出去演出 是吗 是 刚才你们说 来自于各个地方 现在都在河北苍州 你们的这个娘 是你们的亲娘吗 不是 你们来描述一下 你们的娘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 比这个人亲生父母得亲 她在平时 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妈妈 对 你们是来自于学校 还是来自于杂七团 我们是娘的孩子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